第三个 八字看出轨 八字要怎么去判断 到底是我会出轨 还是另外一半会出轨 各位你们要怎么判断 开始动动了 到底是我会出轨 还是另外一半会出轨 这时候就不要再讲说个人品德问题 在八字上怎么判断 赶快脑筋动起来 脑筋动起来 有啊 那为什么会有忘敷命 对方会被你影响 无畏熊跑出来了 我们给熊爷摆拍手 好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来看 就是对方容易出轨的这一种八字 对方 你的另外一半 通常对方容易出轨 他是男女都会共用的 男女共用的 那就是天干 他有两个情况 天干有笔尖劫财 地支 地支同时有两个笔尖劫财以上 所以像这一种的八字组合 只要符合当中的一项 你就很容易 假如你的感情出问题 很容易都是对方会出轨 因为日主 假如是甲木 来一个乙木 然后来一个星 这个对他是官 这个也一样 他也是官 所以 他就会变成是 一个官出现 有两个 来争持 所以 你要了解 在八字里面 你的笔尖劫财过旺 通常都会加强 另外一半的桃花 很容易加强另外一半的桃花 反而跟你在一起了以后 你的另外一半 桃花变很旺 就是因为你本身的笔尖劫财 很多所导致的一种现象 所导致的一种现象 所以 那在这一种情况下 对方 假如你的另外一半 坚守不住的时候 自然而然就一腿去了 所以 各位 你就知道 吴伟雄 笔尖劫财很旺 所以 各位你就会知道 他表面上他跟你说 他有三个老婆 结果 是这三个全部都对狼罩 你知道吗 跟别人跑了 阿里楼你好 所以 这是一种状况 好 假如是 我出轨的话 我出轨的话 然后我自己出轨 那各位 你就会知道 他就是一个什么情况 男生他要同时 有两个财以上 女生 为什么 这个就是表示说 你出现的桃花机会很多 所以在古代 总是会跟你讲 女生官杀混杂 他的婚姻不好 其实是在讲说 这个女生 他的桃花会很旺 那古代的女生 只要跟 其他的男生聊天 就当做 不守妇道 所以像这一种的 是天生本身桃花 机会就忘 他的选择性很多 所以各位你就会知道 像 吴伟雄 他 地支 有两财 我们就可以知道 吴伟雄 他是怎样 五合 所以 各位 不要被吴伟雄的甜言蜜语 所诱惑 吴伟雄 要不要解 因为他很有可能会出轨 吴伟雄 虽然现在你们看起来好像乖乖的 可是实际上他可能会出轨 官 也一样 官 也一样 女生的官 而这个官 这个财跟官 各位 两个以上是同时在天干 要有两个 或者是在地支要有两个 并不是全部加起来两个 各位 不是天干地支加起来 是天干有两个 或者是地支有两个 他就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就是天生桃花牆 很容易一次性就出来好多个人 不知道该怎么选 甚至就算结婚了 结婚了以后还是都有这种现象 像有一次有一个客人他就来找我 然后他就把一个八字给我看 然后就说在某几年 我就看了一下 你的这个八字 这个是他的官 然后他的流年 大运 他的流年 刚好是秉申年还有丁有年 是不是让他的官更多 我就说这个人的桃花变得更强了 这个桃花变得更强 他就说对 他在那两年 他说这是他的八字 他在这两年 他已经结婚了 还有人来追求他 你就会知道 他假如自己本身 没有去扳持住的时候 他就会外遇了 了不了解 他就会外遇了 所以你老婆两个 你老婆就算是现在 你都会知道说 其实你老婆的桃花还是依旧很旺 这个没有办法 这是天生带来的 所以 总是要担心 会不会呢 对人跑了呢 跟人跑了呢 所以要好好爱护老婆 要对他温柔 让他黏在我身边 不然我一生气就把他气跑了 怎么办 好 除了这两种 各位 还有一种情况 也很容易 会导致出轨 各位猜看看 应望还好 财官消失是桃花变差 还有勒 还有勒 食伤强 当然不是啊 各位 男生 破财 女生 破官 他也会 为什么破财破官也会 在婚姻上 在婚姻上 男生破财了 是不是他的婚姻 就容易会怎样 导致不顺 那不顺的情况下 男生对家里的老婆不爽 或者是女生破官 他对婚姻不爽 那请问 这种情况下 假如又有另外一个桃花出来 他会不会容易 自己就会出轨 所以你不要以为 破财破官是婚姻消失哦 有些人破财破官 他的婚姻还是在 只不过很烂而已 可是这时候很有可能 他就会 变成是心不在自己另外一半身上 在其他人身上 各位 了不了解 这种情况 也会哦 所以你会看到很多 男生破财 女生破官 他一样有婚姻 可是实际上 你会发现到他 对自己的婚姻 他 不是很在乎 然后他可能有新的另外一半 有可能哦 这也是婚姻很差 没有错 了不了解 这种也是婚姻很差 而这一种的就是 属于自己会出轨 好 另外一半会出轨 还有什么情况 骂吴伟雄在那一边 你自己就骂三个老婆 还在那边偷窥老师 另外一半会出轨 还有什么现象 刚刚我们讲的 天干 一个笔尖 地支 就是两个笔尖劫财以上 那另外一半出轨 日子授克也有可能 但他是在这里 属于 这个 今天比较晚开 破印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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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男生的财 各位 男生的财被核走 女生的官被核走 被什么核走 各位猜看看 被什么核走 被什么核走 重点来了 不是财被核走就会出轨啊 没错 被笔尖 结财核走 也就是说 你的财 男生的财 被笔尖 结财核走 表示这个财 他被你的第三者抢走 同样的女生 他的官出现了 结果 被笔尖劫财核走 表示他的桃花 被第三者 劫走 所以各位 这就是 表示 你的另外一半 很容易被人家抢走的意思 就是另外一半 可能会出轨 所以这几种情况 我们都知道 我出轨 或者是另外一半出轨 在八字的一个排列组合 都不太一样 都不太一样 并不是同一而论 并不是同一而论 所以从这一边 你就会知道说 你以为 破财破官 都是婚姻消失 不见得 是他的婚姻名存死亡 对婚姻感到不带任何期望 可是 收定在别处找到了 他安慰的点 所以各位 你就会知道 破财破官 有的时候 也很容易会导致这种现象 另外一半出轨 不见得是你八字 本身财很旺 官很旺 那种是你的机会多 这一种的是 所以我们刚刚讲的财多 官多 那是你机会多 自己把持 把持不住 那这一种的是 人家摆明的来跟你抢 是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所以各位 你就会知道说 为什么在一个 深刻现象里面 还是会有不同的情况 还是会有不同的情况 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感谢观看